《猎王记下》第八章 以丽莎告诉那妇人 她的儿子曾被以丽莎救活 说 你和你全家要动身 离开这里 住在你可以寄居的地方 因为耶和华宣布了将有饥荒 这饥荒要临到这地七年 那妇人就动身 按照神人所说的去做 她和她的全家离去 住在非利式地七年 七年结束的时候 那妇人从非利式地回来 就去为自己的房屋填产哀求王 那时 王正在和神人的仆人基哈西交谈 说 请你向我讲述 以丽莎所做的一切大事 她正向王讲述 以丽莎叫死人复活的事的时候 看啊 以丽莎曾救活她的儿子的那妇人 来为她的房屋填产哀求王 基哈西说 我主我王 这就是那妇人了 她的这个儿子就是以丽莎救活的了 王问那妇人 他就告诉她一切事 于是王只派一个太监给她说 把所有属于她的 以及从她离开此地 直到现在 她田地的一切出产都归还她 以丽莎来到大马士阁 亚兰王遍哈达患了病 有人告诉她说 神人来到这里了 王对哈薛说 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 托她求问耶和华说 我这病能痊愈吗 于是哈薛去见以丽莎 她带着礼物 就是大马士阁各样的美物 由四十匹骆驼驼着 去站在她的面前说 你的儿子亚兰王遍哈达 派我到你这里来 问你说 我这病能痊愈吗 以丽莎对她说 你去告诉她说 你一定会痊愈的 但耶和华指示我 她一定要死 以丽莎定睛看着她 直到她感到局促不安 然后神人哭了起来 哈薛说 我主为什么哭起来了 她回答 因为我已知道 你要对以色列人施行的恶事 她们的城堡 你要放火焚烧 她们的年轻人 你要用刀杀死 她们的婴孩 你要摔死 她们的孕妇 你要剖开 哈薛说 你仆人算什么 不过是一条狗罢了 怎可以做这样的大事呢 以丽莎说 以丽莎说 耶和华已指示我 你要做王 统治亚兰 于是她离开以丽莎 回到她主人那里 便哈达对她说 以丽莎对你说了些什么呢 她说 她对我说 你一定痊愈的 第二天 哈薛拿被窝浸在水里 然后蒙住便哈达的面 她就死了 于是哈薛接续她做王 以色列王雅哈的儿子 约兰第五年 犹大王约沙法还在的时候 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 约兰登基做了王 他登基时是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 他照着以色列诸王的道路而行 好像雅哈家所行的 因为他娶了雅哈的女儿为妻 并且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但耶和华因他仆人大魏的缘故 不愿毁灭犹大 却要照他应许大魏的 赐给他和他的后裔 永远有相当延续 约兰王在位的日子 以东人反叛 脱离犹大人的手 自己立王统治本国 于是约兰过到萨义去 并且带着他所有的战车 他夜间起来攻击包围他 和他的战车军长的以东人 他的军民却逃回自己的帐篷去了 于是以东人背叛 脱离犹大人的手 直到今日 那时利拿人也同时背叛 约兰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写在 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 约兰和他的祖先同睡 人把他埋葬在大魏城和他的祖先一起 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 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在位第十二年 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 做犹大王 他登基时是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 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 是以色列王安利的孙女 他照着亚哈家的道路而行 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好像亚哈家一样 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 亚哈谢与亚哈的儿子约兰 往基列的拉末 同亚兰王哈薛交战 亚兰人急伤了约兰 约兰于是回去 到耶色列治伤 就是当他攻打亚兰王哈薛时 亚兰人在拉末急伤他的 犹大王约兰的儿子 亚哈谢 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 所以吓到耶色列去探望他